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 对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增强香港同胞对祖国的向心力具有重要意义 什么都好,走到隧道15分钟就到了 进了前海木工场 这个就是我们的创业的起步点 通过一些批评,学习怎样批评,怎样写deck 之后有些资金,我们才能赚到资金 赚到资金的时候大概16年就赚到一个转 然后17年年底又赚到另一个转 但是去到后面那两年,已经开始竞争很激烈 我们原本是搞人工智能,余音星红智能家居 也开始做一些2B的物理网 就是involve多些智慧城市 可以做一些事情,但我還未找到一些很Niche和很特別的事情 直到差不多一年多前 我們開始說,我們都可以搞到密聯網的事情 不如就開始看人的事情,人聯網 開始看身體的情況 做完之後其實都不是那麼容易入 因為其實他們都會有個信心問題 我們就跟前海武工場的事業部 有說,我們叫做Business Magic 其實有幾個有興趣 其中一個獎項是在做深圳第一條海底隧道的 叫上海隧道公司 這個隧道都是因為前海武工場 他們連結了 沒有連結了,其實我也不知道怎麼談 我入到之後,我們就可以一直在後面鋪開 可以鋪開一個市場 我希望鼓勵香港不同的年輕人也好 他們就去把握這個機會 譬如就業計劃也好,創業計劃也好 那你就可能會得到一些利益 譬如資金也好,然後住宅補貼也好 然後可能他們的圈子 在這邊你不只是單打獨鬥 你會看到旁邊還有很多不同的人 都是那個行業的人 那你自然就可以互相去學習 然後就有個機會去創造 前海做一個先行先試的模特兒 所以很多東西在前海測試過 是做得到的,做得好的 它就輻射出去其他大灣區的城市去做 當然這個要國家的政策配合 其實整個前海的方向 第一很簡單的就是 將地方擴大了很多倍 整個政策優惠一直都擴闊了 所以換言之 能夠服務的人的數目也會多了 總括來說 其實一定是幫助多了年輕人 特別如果香港年輕人 他願意真的回到創業的話 機會是多了,資源是多了 如果年輕人能夠真的 充分地把握這個機會的話 其實我們願意去幫他 從可能創業前的培訓 他會真的走上創業那條路 或者他真的在創業過程裏面 有沒有些東西 我們可以發揮 我們青年工作機構的角色呢 這個就是我們未來這幾年 很重要的發展的一個策略 當然